本来例如长期在太空生活会改变生理状况 例如血液的分布变化 骨骼钙质流失 肌肉萎缩 视力变差 基因功能也会改变 NASA找了一对双胞胎太空人做实验 结果发现经过一年之后 在太空的弟弟 他的老化状况是比较慢的 漂浮在太空舱里接受专访 他是成功在太空无重力环境里 生活了340天的美国太空人史考特·凯利 这一趟任务为的就是要了解 若长期生活在太空中 人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NASA找来史考特的双胞胎哥哥马克做实验 一个上太空 一个留在地球上 凯利收集了几个体验的测试 前往他的航班 去证明他的体验的改变 而在去年3月 史考特回到地面上后 经过长达一年的取样研究 NASA终于公布实验的初步结果 发现在太空环境里 史考特的白血球端力居然变长了 所谓的端力就是在第二 DNA列末端用来保护DNA的一段分子 随着老化或是压力的影响 就会逐渐缩短 没有想到在太空中居然能拉长 NASA指出史考特不止白血球端力变长了 在第二次任务的后半时期 骨质形成能力也下降 降落之后的认知能力也跟着减弱 而在任务执行期间 他的视线也会受到影响 由于没有地形引力 血液不会往下流 反而会往上冲 挤压到眼球影响视线 另外在腿部也是一样 根据NASA的研究 在太空中待不到两周 肌肉纤维就会比在地球的时候减少三分之一 而待了340天的凯莉 回到地球后到现在还在复健 NASA采取了这对双胞胎兄弟的血液 尿液和肠道细菌等样本 就是希望彻底了解 人类究竟有没有办法长期活在太空 尽管详细报告还要一段时间才会公布 但特别的是 史考特从太空回来时还长高了 现在史考特的身高已经回到原本的高度 而他的白血球端粒也回到和哥哥一样的长度 但是这段太空生活中的所有记录 都将成为我们探索太空的依据 TVB新闻综合不到